西藏的精神领导者达赖喇嘛 今日由于健康恶化 不常见其踪影 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为此感到担忧 每年为纪念7月6日达赖喇嘛的生日 并祈祷他的长寿 在印度举行庆祝活动 在韩国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于第十世代达赖喇嘛的45岁生日四天之前 韩国西藏之家在异乡举办了达赖喇嘛长寿祈祷会 这次的祈祷会在许多聚在韩国的西藏人的参加之下 按照世状佛教的仪式虔诚地举办 祈祷会最后在达赖喇嘛的吊上前 放着相近的安宁和幸福的白布 以及接受带有达赖喇嘛的祝福的红线之后结束 中药仪式结束之后 在韩国留学中的市藏歌手表演了祝贺舞台 这位歌手唱了祈求达赖喇嘛的长寿 世状的独立和和平的歌 福众人所愿 达赖喇嘛以健康的状况出现在印度的亲生会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部分 这个节目是让兄和母带的荠谷 打赖喇嘛丽 心甜是接受神被欠掉